我讨厌头脱 太臭了吧 谁可以吃这个 大家好,我们是曼财少爷哈 请多多指教哦 大家好 请多指教 今天的究竟是 抱歉台湾 对不起 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的东西的时候 有好几个不太喜欢讨厌的东西对不对 嗯 这个部分想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介绍一下 对不起 可以啊 太多次了 第一个 臭豆腐 哇,这个一定要讲耶 真的,我来台湾第一年的时候 说很多次 有可能超过一百次 我讨厌臭豆腐 太臭了吧 谁可以吃这个 应该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味道 臭豆腐跟便利商店的茶叶蛋 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台湾的味道 茶叶蛋的话 还可以是可以 嗯,那个奇怪的味道 这样的感觉 嗯 臭豆腐我第一次闻得到西 我觉得 诶,发生什么事 呃,应该我不敢进这家里 太臭 还有台湾的书 越臭越好吃 嗯 我觉得,你们是白痴吗? 越臭越好吃 没有这种的美食啊 嗯,有 哦,拿豆腐 哈哈哈 嘀嘀 所以,我觉得呢 那个名字不太好 啊 我自己觉得呢 那时候,刚来台湾的书 我的印象是 臭是负面词 对不对 所以,香的话 哈哈哈 香豆腐吧 但,如果他的名字 香豆腐 然后我跟他说 屁啊 屁啊,屁啊 哈哈哈 可惜呢 第二次,我们道歉的事情 不是这个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已经喜欢吃臭豆腐 对 所以,刚刚讲的是 五年前的我 现在的我看到 五年前的我的话 嗯 我想跟他说 臭豆腐越走越好吃 没错 因为我们喜欢吃臭豆腐 可是我们是搞笑语人 所以,例如表演的 有一个效果 签法游戏的时候 台湾朋友喜欢 让我们吃臭豆腐 嗯 最重点是 我们已经喜欢吃了 所以,没办法放一年 对 对 对不起 这个是真的 没办法 对台湾人来说 日本人吃臭豆腐 是最简单的前华游戏 嗯 我们喜欢 对 我们想看 让台湾人去南斗 台湾人想看 让我们去臭豆腐 海力交流的 感觉 他也不公平 我们喜欢臭豆腐 那么 那什么时候你可以吃臭豆腐呢 没有那么明显的原因 渐渐变 喜欢 我其实有 きっかけ 我们跟台湾朋友 一起去动物园的时候 我们去了臭豆腐很有名的 啊,有老街吧 嗯 那边吃的臭豆腐超级好吃 诶 这个是我们来台湾第一年吧 嗯 那时候我讨厌臭豆腐 应该的 我不喜欢臭豆腐 但很多台湾人想看 我吃臭豆腐的时候 很苦恼的表情 所以我要常常吃臭豆腐 所以渐渐变 喜欢 你比较喜欢吃什么 中类的臭豆腐呢 蒸 好的 还有炸的 炸的比较好 炸的臭豆腐跟泡菜一起吃 很搭耶 没错 下酒菜 泡菜也是 这个是台式炮菜 比较适合吧 对 跟韩国炮菜不一样的 有一点爽爽甜甜的 那真的臭豆腐 其实真的 我没有那么喜欢 可以吃炸的比较好吃 真的的话普通的豆腐比较好 那么 好的呢 烤的 我有可能没吃过烤的 哦是哦 中秋节的时候 我吃过超级好吃的 真的越臭越好吃 所以啦 吃臭豆腐的时候 第一个感想 嗯 不是好吃 嗯 臭耶 不鲜 但那个自己好吃的意思 在外面 闻得到的臭豆腐 我跟自己的嘴巴里面的臭豆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我就 八年的时候呢 我朋友帮我们开车去买臭豆腐 听说很有名的臭豆腐 下酒之后马上闻得到臭豆腐的 非常臭的味道 大家说 很臭耶 大家很开心 我流口血了 哈哈哈哈 这个现在臭豆腐很好吃 超好吃 好吃耶 对耶 一一 下一个 保健 太甜 哈哈哈 吃乎吗 太甜了 茶 啊有呢 这什么种类的很甜的茶 柳茶吧 柳茶的话全部都无糖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来台湾的时候第一次喝的柳茶是有糖的 吓死了 可是呢 这个部分也是我渐渐改变的 哦 现在的话很喜欢喝甜甜太甜的柳茶 不要特别是这个 没吃到 我有喜欢用的 这我介绍的 我觉得呢 天气比较热的喜欢 适合 想喝甜甜太甜 吃了 吃了 应该不是太甜吧 刚刚好的甜度耶 没错没错 很好喝耶 哦 其实我来说 嗯 还不太习惯吗 嗯 现在我 我懂 为什么要加糖 还有被朋友说 嗯 红茶也可以加糖 柳茶和乌柳茶为什么不行 有道理的 一样的茶 所以我现在可以接受 但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因为 我们对柳茶的印象是 全部都无糖的 对对对 所以 买的喜欢也是 我们以为这个柳茶是无糖的 可是喝了起来 还吃到 为什么太甜了 所以受不了 所以没有准备 可是现在的话 先看 这个是无糖的 这个是微糖的 所以已经准备好 特地选有糖的柳茶 然后在餐厅的时候也是 现在的话 先试试看 这个是有糖的 先喝一个 就知道 甜甜的 差一点 那第三个 保健 文学 什么意思嘛 文学 所以没有冰块的意思 对对对对 为什么抱歉 因为 结果是长温的水 这个是对日本人来说 吓一跳的事情 这个OK吗 这样的感觉 有一点服务不好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我们来说越冰越好 一定要放冰块 这样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这个不符我讨厌 为什么要好文学 突然的感觉 但是呢 现在已经习惯了 常温的水 对身体比较好 所以现在 不想喝有冰块的水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选常温的水 所以呢 台湾人去日本的时候 会碰到这个问题 他们也没有准备 常温的 全部都有冰块的 对 台湾人问 日本的店员 你们有没有常温的话 有点吓死了 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这个很大的差别 对日本人来说 放冰块 是当然的事情 是 但是被台湾的朋友说 为什么日本人在冬天 外面一直说很冷很冷 去餐厅里 继续喝有冰块的水 真的太奇怪 可是呢 台湾人也是夏天 那么热热热的地方 为什么想吃火锅 很好笑的事情 这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是 常温的是 对相机很好 对 那么啤酒呢 常温的啤酒 啊 这个我没办法说 我抱歉啊 放冰块 不行 为什么啤酒放冰块啊 啊 不行不行 他们不是这样的计划 对 我们公司也嫌弃啊 还没办法解消 为什么 这个是我不太理解 对对 因为融化之后 啤酒的味道 变淡 对 变很淡 而且本来 台湾啤酒的味道 也是清淡一点 所以加冰块的话 变更淡的 对对 重点是 不是不是 常温的水 对没错没错 现在的话 别人想见 里面也有 封开冰的水 跟常温的水 对对 那个阴水机也是吧 嗯 热雪 常温 还有冰雪 台湾的阴水机 在路边也有了 对对对 这个水浑 很多台湾的朋友说 我的水浑很少 这个就OK 因为台湾有很多地方 淫水机 所以马上可以加水 现在其实呢 疫情的关系 所以外面的 音水机 几乎都不改用 所以刚才台湾 我们的感想 感觉在台湾六年 现在的 我们的感想 是改变多 对 有可能 以后 也是越来越改变 可能明年 我们自己加冰块 喝啤酒 哦 嗯哦 其实我在 卡拉OK店喝酒的时候 我有一点接受 啤酒里面 放冰块 然后放梅子 啊 也是好台湾耶 对不对 卡拉OK的啤酒 几乎都 我们常温耶 已经习惯了 嘿 我还行不行 现在 抱歉台湾 你在干什么 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我们有联系的粉丝团 Instagram也有 请多多订阅哦 拜托拜托拜托 ではでは またね 这里